全台县市市政满意度调查出炉 苗栗县长中东景改善财政 新增多项福利政策 打造苗栗县成为观光科技大县 让县民有感 不但要升为四星行列 也成为满意度提升最多的首长 得到了最佳进步表现奖的肯定 领军部化苗栗愿景 县长中东景带领县府团队与县民共同努力 让苗栗整体施政大要紧 这次全台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苗栗县还债及招商成果优异 满意度达69.7% 较去年增18.1个百分点 施政满意度增幅全台最多 荣获年度最佳进步表现奖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那当然是县府团队 秘书长带着各级处长 大家都非常迷人 还有基层的公务人员 当然我本来也是一直希望 大家把当公务人员的心态稍微调整一下 尤其第一线的柜台的 林柜的这个马上会接触乡亲的 我当然希望他们乐于工作 让来下公的民众 有感觉到这个更善意 我想这样的话就会得分 所以这个当然要感谢县府团队 大家一起努力 施政分数突破70大关 达70.4分 消防满意度于7成 县市新等也从3.5新 升等到4新 未来将努力精进县府施政作为 将农业与观光结合 扩大经济效益 提升交通建设 加上桃竹竹苗大矽谷计划推动 朝观光科技新度新前进 农业一定要跟观光结合 可是当它跟观光结合以后 它的产值会提高 而且那个经济效益 会达到一定的标准 所以农业还是要顾本 再来就利用农业来发展观光 当然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希望把这个交通的各种建设 打好以后观光会更亮点 那当然的现在有桃竹苗大矽谷 我们一定要搭着这一条 这个顺风船 如果有机会 让苗栗县有更好的发展 真的我相信第一个 可以改善我们苗栗县的财政 第二个会让我们县民 更有机会 再来其他外地的年轻人 也会想要到苗栗来寄住 中东警县长感谢县民的信任 与鼓励 除了继续为苗栗的建设努力 也更贴近民众需求 完成相亲的期待 让苗栗县成为幸福城市